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慕林这边 你也失言了吗 这韩市长夫人李嘉芬 竟然说大港开场 让很多妈妈放声痛哭 为什么大港开场 会让妈妈放声痛哭 那当着李嘉芬的面 韩粉的会长呛高雄市民 这个很像是他这个基隆的后援会 有某一位后援会会长上台激动的指出 现在高雄把韩国瑜困住了 高雄市民恶意的把韩国瑜绑在高雄 但韩国瑜因为高雄资源不足 所以无法翻转高雄 要让他出来当总统 这样才能把高雄跟台湾一起翻转 这说法你的回应如何 我觉得我可能要重新读一次小学 因为他那个逻辑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我看到这个大港开场的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发生到现在为止 好像一直出现一个东西是 一直在诉求一种恨意的动员 我觉得刚刚两位在提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在任何的提名 我自己在永和中和区 我也碰到很多人说 我很支持你 但是我过去跟林德福委员 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有些人会有一些关系的考量 人情之常 但是反而是我发现大港开场 或者是很多高雄目前的一些行为模式 它是诉求一种恨意的动员 它不断地去把大家的恨意去煽动出来 然后试图去找到一些突破点 我反而觉得这一点相对来说 我觉得郭董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台名党 他们的方向反而 我觉得相对来说 至少是在像刚刚晓晴玉言讲的 找朋友 找朋友这一点我觉得是OK的 我觉得是OK的 那这至于朋友适不适合当立法委员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这一点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他真的必须要去思考 无论他是他在躲起来 在练他的归席大法还是怎么样 加分这个夫人出来 不要一直在扣分 他很多时候 这些文化在地化已经长期 在全世界很多很多这样类似这样音乐的盛宴 好不容易我们去把它培养出来 像这个宜蘭也是嘛 我是宜蘭女婿 培养了多久的时间 一次一次一个一任的一个新的任期 就让这个文化就消失了 文化培养了很久 我就之前丁宇宫就有讲过嘛 一次就可以让这个文化就消失了 那说高雄市民恶意的把韩国瑜市长困在高雄 这听到也是很奇怪 你选了半天好不容易选上了 怎么会说人家困住你呢 这个很像跟我一般的体验 你投票是你对不起我啦 你投票是你对不起我 这种逻辑 就是我现在在拜票的时候 你何必跟他计较呢 这显然是韩粉的讲法嘛 很厉害的 我跟你讲政治是这么一回事 政治的是非 这个标准是没有一定的 如果你非常挺一个立场的话 你要我讲十个礼物 我讲十一个给你定 像胡宥伟同学一样吗 对 我跟你讲 这个你不要太计较 你太计较 就输了 不是啊 认真就输了 太认真了 认真就输了 OK 好来 继续普通 是 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沈大好刚刚讲 这太有道理了 认真就输了 很多说要逻辑 如果他只是诉求20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是用20这个语言去 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一段文字 就是他应该倒过来讲 完全是倒过来讲 就是这个韩市长 或者是我们现在首都的市长 都必须要留在任内 完成他们选民给他们的托付 不管是台北高雄 桃园 新北都应该这样做 任期承诺是政治人物 非常重要的承诺之一 而且重点是没有连任 第一任根本还没有做完 完全是碰到什么困难 碰到什么这样 真是觉得说我后悔了 我觉得这不好玩 我要换个新的 然后再弄一些补贴款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概念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我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第一任期都没有做完 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真的是匪夷所思 OK 谢谢 最近中国时报有一个社论 也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波动性最大的是黄创夏同学 他说这看起来很刺激 这个社论是10月1号 在中国大陆的国庆日那天发的 一定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时报社论标题这样多棒 他说蔡英文稳了 你稳了 你总统稳了 但因为稳了 所以麻烦你两岸应该务实一点了吧 那创夏兄看这个标题 就抓他一个很有趣的逻辑 他说你是不是也含黑了 你也代表你们韩总选不上 蔡总统连任问 但是话锋一转 他真正要跟蔡总统计较 你问啊你问啊 你两岸应该务实一点处理 你觉得这里面隐藏的逻辑是什么 你选上了 但是会带来两岸的灾难 你也是一个灾难带来的总统 还是回来说韩市长 你可能会没忙啊 但是我希望蔡总统再和善一点 好好把两岸关系处理好 你的解读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压暴戏不会对蔡英文夺好 OK好来请桌 他大概里面会有一些 就是你看吧你接下来恐怕问题更大 处理两岸 给你选上那问题更多 可是回过头来 这种标题之前在网中是看不到的 就是任何一点点对韩国瑜 不是那么有利的标题 其实都不会看得到 可是我觉得的确在这一个多月以来 有慢慢出现一些 比较奇怪的新闻登在网中 不管是电子报或者是实体的报纸 譬如说民调 就是你很难想象 哇你们自己做的民调怎么可能 韩国瑜可以落后到这么多 是 风向感觉上有一些变化 嗯 但是整体而言 当然还是挺韩的 那你觉得这个风向的变化 大家都感觉到 在特别日子用过去很少见的标题 这风向的变化背后 你的解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种 我觉得他们 期待我用期待 我觉得旺中大概也知道那个现实 跟李懿 跟他心中的梦想 可能有点困难 选上有点困难 是两回事 那退而求其次 提醒蔡总统 我觉得他总是要跟这个 有可能当选的人不要 坏成那个关系坏到完全不可收拾 怕说NCC把他撤照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但是譬如说今天的中国时报 你看他二版就是其实 哇蔡英文卖这什么1450辣椒酱 卖得很好 哇这超友善的 看起来很奇怪 怪怪的 还蛮大的篇幅 所以对 你就可以看到这家媒体的立场 感觉上有一些转变 那这个东西谁要担心 因为韩国瑜要担心 就是当时的 就是他是钢铁韩粉的催生者 那当钢铁韩粉的这个 这个幕后黑手 都开始动摇的时候 那钢铁韩粉怎么办 会不会成为第一张 撤掉的那个 或者说第一张率先倒下去的 巨大骨盘 韩国瑜自己要 你觉得还有持续观察的空间 对我觉得还要持续观察 包括一些报道上一些蛛丝马迹 虽然不是很政治的 但听起来似乎对蔡总统的态度 是有所改变的 当然整体而言还是不友善的居多 但是偶尔会出现 一两个比以前好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 比较温和一点的用词 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转变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倒是我觉得 刚刚提到郭台铭的部分 你知道我看那个大数据 就自从郭台铭 没有参与联署之后 他其实整个在网路上面是 哇大销轰 对那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他跟国民党就已经是切得蛮清楚的 因为他没有政党 他也没有公职 他也没有要参选什么 所以他的主体性就会被民众党给吸走 他现在的状况是整个被柯文哲给吸走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期待能够在政治这个领域上面 还能够施点力或者是还可以有施力点的时候 我觉得他要面对现在他整个被民众党被柯文哲吸走的那样子的状况 如果他要在立法院能够有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说只听命于民众党听命于柯文哲的意见的话 他应该要想一个别的方法 就叫沈熙 那个曲兆祥曲老师有个手版 你看一下 郭柯问鼎2024 学者曲兆祥老师 郭台铭若在政坛完真的 你给我去阻挡吧 台市教政研所曲兆祥老师说 郭董这一股政治势力如果他要长久经营下去 那就一定要组织化 没有我想这一点郭董应该比谁都清楚 没有公司你怎么去营运对不对 即便你知道有市场没有公司 也没有办法去营运 所以郭董如果在台湾的政治上要完真的 他迟早要阻挡 但是如果郭董基于各种因素不完了 那当然这也只是第三势力里面 众多烟火里面的一发烟火而已 徐老师的观察 我讲得比他早 你什么不用我的话 不用他的话 你好偏心 我要回到忠实这些舆论 你要批判 旺旺忠实集团的 是不是有转向 有某种目的 你先要了解蔡野明这个人 蔡野明这个人有一种很奇怪的大头病 因为他想让北京政权知道说 台湾的任何总统 他的当选跟我有关 I'm the kingmaker 但是如果最后当选的那个人 显然不是他要的人 他要给北京知道 这个你我都不太喜欢的人 他当了总统以后 他上任以后 他的政策 如果有所转变的话 是因为我 所以我是他的Policy modifier 他是未来会去调整蔡总统量 他的政策 政策的一个关键的 如果对你有所软化 是受我的影响 企图性很大 这个叫Modifier Modifier 修正者 对 所以那没贏 我贏这个也不好 这是蔡英明一贯的想法 你搞清楚了 批评到别的地方去 OK好 谢谢沈医师的指证 回到这个巧心这边 吴东升这个嗆报 他写了一个小手板 很有意思 他说我最近看邵康战情室 我有个感想 第一 国民党的人不知道在爽什么 一搭一唱歌颂吕秀莲 谁不知道你们是希望吕富出来 来分蔡总统的票 第二 郭台铭董事长千万别帮男人 来您站台或津援他们 因为这会糟蹋自己 更会枉费我们忍辱被 韩粉霸凌的这些心酸 第三 来您希望郭粉转头 韩市长 你们是集体吃迷幻药了吗 2020国民党等着泡沫吧 这样子斩钉截铁的批评 这个蓝营的意见领袖们 可能对于目前郭震宁的一些 集体的情绪或是价值判断 很像解读差很远 所以我觉得有像刘家昌那样子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非韩不投 要打击溃这个郭台铭 那这样很单纯 那郭粉他们当然也会有那样的情绪 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说 当你有了非韩不投这句话之后 就会有四韩不投 这是相对的两个力量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有那样的力量 这个要先去说服韩旁边的一些人 包括韩粉 就是不要再有这样子去激怒对方的语言 那才有可能大家平复下来之后 让大家都出来投 否则你一个说我要打败郭台铭阵营 另外一边就是说 那我要打败韩国瑜阵营 这是相对 当然有人打你的时候 你会很反射性的就想去反击他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都不要这样讲 可是那谁来约束 这就是一个好问题 你认为谁约束比较好 当然是韩市长本人最有约束 如果连他都没有办法约束 到目前为止他为什么不约束呢 而且很多约束性的说法事实上都太曖昧了 对 因为某种程度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跟行为的时候 其实对他去巩固这20%的纲链 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说他会不会未来 我们去看他慢慢的去转向 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慕琳最后20秒钟给你做个小结论 不好意思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小新姻缘的想法完全都接受了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韩粉们的逻辑真的不要影响到台湾 我觉得韩粉们的逻辑开始 让扩散出来之后对台湾整体是 不管是蓝绿或是所谓的这个其他的政党 都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好 市集20秒钟结论 韩国瑜他听说即将要请假了 然后韩粉觉得我们都很恶意的把他困在高雄 可是回过来全力拼市政 这是韩国瑜在获得提名的时候讲的话 是 你全力拼市政 结果现在10月中听说要请假 是 我觉得 有点 对我觉得你很难说服高雄人 OK好 谢谢四位今天精彩语谈 我是别人听说 我下期再见 明天同期间 云南再见 谢谢拜拜